今天人數是六四燭光晚會有史以來 一個破紀錄的人數 今天的維園是香港的維園 是中國的維園 也是民主自由的維園 我們相信為什麼這麼多人呢 其實首先我想是很多內地同胞 是來這個六四燭光晚會 當在國內他們表達不了平反六四的訴求的時候 他們來到香港是表達結束一黨專政 平反六四的訴求 也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他們雖然沒有經歷過六四 但是他們有一個追求自由的心 有一個良知的回應是譴責屠城 過來一起高舉這個燭光的 所以今天我們覺得有超過18萬人 入場是悼念六四呢 這個是一個破紀錄 這個是一個香港人的驕傲 亦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就是香港和中國 我們人民和人民之間的互動的關係的開始 我們互動地 大家互相支援 去爭取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 我們覺得今天國內同胞這麼多人來 是這個互動的一個新的開始 亦都相信 將來會有更多的國內同胞 來到我們的六四紀念館 和我們的六四祝國晚會 其實截後發生有人上來 譬如說唱咪等等 或者是韓族人來襲的事件 其實你怎麼看 會不會是記者區安排給民主的 我想今天到底有多少內地人來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回六四紀念館 是一萬人裏面 我們估計有五分之一的 是國內的同胞 所以今天我們相信 也有很多的國內的同胞 是進來和我們一起聚起燭光的 等於我剛才說 這個真的是香港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希望香港成為 就是當中國發不了聲的時候 香港可以成為他們發聲 去爭取平法六四 結束一黨專政的一個民主的基地 這麽高的 這麽長的事件是否有所掌握的 你怎麼看 我想今天整個集會 都是非常順利地進行 當然是可能有些個別的事件 但是我們看到18萬人 進來維園的秩序是這麽好 也看到大家進場 一直都很順暢 雖然很迫 大家都肯排隊進來 我們覺得這個是 令我們覺得香港人 進來悼念六四的精神 是非常之令我們敬佩的 這麽大事件 請問這個事件 可以把雖然抵抗 CY Leung回應 正在某些地方 我認為 CY Leung 承認香港人 有不足的 歉口 如果有很多人在祝福祉的支持, 他怎敢说唐朝勉强, 他应该被决定了的 词苏 得到她的词苏 这是对于他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纪念, 我们的纪念 让他很明显 人们在香港 想决定的政治负责 什么 accounts for the big number? pardon? 什么 accounts for the large record turn out? 我认为一个纪念图转出了 180,000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有更多的內地人 我對於警方今天的安排 我聽回來大家都看到市民是很順暢地進來 所以我們覺得今天我們是滿意整個大會的安排 大家看到就算18萬人入了我們維園 我們大會是可以確保到整個集會是順利進行的 今天這個人數不一定沒有表態 今天這個人數不多 我相信今天的人數看到香港人心所向 所以當梁振英說他建議鄧小平 可以說六四屠城的下命令者 是拿諾貝爾和平獎的話 今天的人數是告訴他 是人心所向 他所說的是無良和可恥的 所以我想他是應該向香港人的道歉 因為你傷害了我們香港人的感情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我覺得梁振英 麻煩你看一下今晚的燭光 但是羅范說會反映港人對六四的意見 你怎麼看 你覺得他會不會反映一個真正的香港人的意見 我相信羅范所說的 他說反映香港人的意見 我們不用他反映了 麻煩他謝罵 我們今晚18萬人在那裡 直接反映給中央聽 我們不稀罕他的所謂人大代表 說跟我們反映 我們不需要 我們更加會呼籲香港市民 七一直接向中央的領導人反映 我們香港人是爭取民主的 羅范招勳 麻煩謝罵 這次來參加香港的這個 五六多活動的大陸人很多 那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和現在國內的局勢有關係 大陸人在國內看不到希望 所以要走出大陸到外面來尋找 我們相信國內 廣東話 當然在國內是沒有機會 給內地的同胞發聲 沒有機會給他們有自由 我想當他們被壓迫得緊要的時候 他們會找一個地方 在香港最方便來的地方 去表達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 我想要清楚 昨年你說過150,000人 這年你說過180,000人 你說過分別是主席 我不是說分別是主席 我們不認識分別 因為我們不認識 贏道尊血 希望多很多的主席無敵 Wahl 但是我確認 只有多部分主席無敵共用 我們動作 還有更多兒 istedi人 讓The Girls 今天沒有清醒 ihremirook 其實本身有陳光誠的錄像安排了 但最後都沒有見到 其實原因是為甚麼呢 因為本來我們要求陳光誠給了錄像安排 我們一直透過聯絡他的朋友 是說他會做的 也做了 但最後我們都收不到 但我們收到陳光誠也很有誠意地 寫了一篇文章 是跟香港人講話 我們昨天發放給大家傳媒新聞界 所以我們都很感謝陳光誠 也支持我們香港人的六四的紀念活動 今次有沒有一些維吻人士 或者當年那些文明人士來的 我們沒有聽到有其他人可以進來 是被拒絕入境 但我們相信方正可以進來 都是純粹因為他第一不在通緝名單 也不是有刑事罪在身上 可能就沒有進入黑名單 所以我們都不相信 說香港政府其實是開放了的 我們覺得如果香港政府是開放的話 就應該被黃丹進來 被吳爾開希柴寧進來 但是我想我們看不到香港政府有開放 但我想如果黃丹想進來 我們一定會和他努力爭取的 昨天破了紀錄 對7.1會有甚麼情況 我們相信今天看到人心所向 大家都是希望中國走向民主 7.1是爭取香港的民主 也是反對《基本法》23條的立法 其實我們相信的議題 大家的訴求和今晚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相信今晚是顯示 多些人會來7.1的遊行的 就是令法公開信了還是原諒任聖明治澄的利益 誰說 提令法公開信 我想是原諒任何一個人 就是要那個人本身 是真是有一個的協救之心 到現在我們看到陳希彤和李鵬 都是只是想開脫自己的罪名 我們看不到他有任何的協救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說要原諒任何人之前 他們一定要有真正的協救 還有現在不是一個原諒不原諒的問題 現在是中共政權到今時今日 都沒有一個徹底的調查六四的真相 還有沒有平反六四 所以是沒有東西可以原諒 我們是要求平反六四 還有結束一黨專政的 是 不好意思 想問 剛才其實都發生了那個長短和遞夜的事件 其實都看到記者區裡面 都有很多人在那裡 都認在人海 其實是不是記者區的安排 有些混亂令到有事件發生 那有事很難說的 就是個個都說自己是記者 那我們下次會是盡量改善這方面的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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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